投比重从2014年的15,上升至现在的25。 腐败问题是困扰乌克兰发展的顽疾,也是导致2014年乌克兰危机的原因之一。 虽然在此次的讲话中,波罗生科首先强调,乌克兰经济已连续12个季度保持增长,已经脱离了最困难的时期。 不过,根据乌克兰财政部1月25日报告,该国去年12月的全国公共与公共财保债务,增加了477%,也及3560亿美元,总额达到7.8万亿美元。 去年12月一个月的时间,乌克兰外债也增加了8亿美元,达到3.9万亿美元。 2018年全年乌克兰外债,增加了1220亿美元。 这一切导致乌克兰国内,对波罗生科的不满开始积聚,波罗生科的民意支持率持续走低。 最新的民调显示,波罗生科的支持率仅有11.6%,不仅落后于紧莫生科,21.2%,甚至落后于综艺节目主持人泽原斯基,14.6%, 而老对手金莫生科曾表示,输过当选将对波罗生科的罪行秋后算账。 巨大的压力让波罗生科,不得不采取以外援,解内忧的做法,而俄罗斯则是一个变相的外援。 执政四年多来,波罗生科仅在推行反额政策方面获得民主的认可,其间采取了多项反额举措,包括宣布退出独联体,终止与俄的友好条约,推动乌克兰东政教独立等。 所以在政治生命岌岌可危的情况下,波罗生科再次打出了乌俄关系这张牌。 2018年底,乌俄在科去海峡的摩擦,是2014年克里尼亚维基以来,两国军队首次爆发正面冲突,也是近年来,世界范围内海险的海上擦枪风火事件。 但有舆认认为,这更像一场波罗生科,为了拗取政治资本,和民心的军事冒险行为。 一方面,如果乌建艇成功冲过克治海峡进入亚素海,则波罗生科就能成为打破俄罗斯对克里尼亚占领的民族英雄。 另一方面,如果冒险失败,也可以趁势激起无民众对于俄罗斯的怒火,而更加团结到,他这个现任领导人的身边。 在克治海峡危机爆发之后,波罗生科立刻实施了两项措施,一、签署命令,宣布乌克兰全国自11月28日9时起进入战事状态,为期30天。 二、向北约、欧盟、联合国安业会求援,前者可以帮助推迟3月的总统大选,后者则是直接向西方国家要支持,合力抗额。 但是随后的发展并不尽如人意。 乌克兰议会议长安德烈帕鲁比,在去年11月26日表态说,有关实行战事状态的决定,不会导致总统选举休。 也就是说3月的大选将如期举行,除非再次延长战事状态令,而欧洲国家对于是否支持乌克兰持谨慎态度,因为一旦俄乌真的爆发冲突,很可能将波击自己,所以主张缓和避免危机升级。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,虽然要求俄,罗斯结束与乌克兰的海上对峙,本拒绝承诺对基辅提供新的支持。 一名欧洲外交官则表示,不会因乌克兰的请求派出舰船,因为乌克兰是北约的伙伴国,但不是正式成员国。 英美虽然排军舰进入黑海,但是象征性意味更浓,远远达不到波罗旋科的期望值。 此次波罗旋科抛出了和平言论,显然是已经意识到,极划乌俄矛盾的做法是一招臭棋,不但让乌克兰更加的被动,也招致了污蔑重反感。 而尽快稳定两国关系,恢复正常生活,才能是民众所期望的。 既然反而无法争取民心,那么就从都是变身为和平使者,以此来获得选票以争取连连。 不过,冰冻三区被一致之寒,民心在短时间内并不容易扭转,而平凡变脸的做法,也会加大民众的不信任。 因此随着三月大选的临近,波罗旋科前途堪忧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